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2024开年的一次投资者交流中 新脉医疗讲到 新脉医疗四季度的育营情况 是按照预期在进行的 经营状况良好 从全年来看 2023年全年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事实确实如此 根据公司前不久发布的业绩预告 2023年年度 新脉医疗实现营收 117441.55万元到120131.05万元 同比增加31%到34% 实现归母净利润 47464.84万元到49249.23万元 同比增加33%到38% 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43064.61万元到45331.16万元 同比增加33%到40% 而2023H1 新脉的成绩是 营业收入6.22亿元 较2022年 同期增长35.49% 归母净利润 2.80亿元 较2022年 同期增长29.99% 换句话说就是 新脉H2的业绩相比 H1是加的速的 众所周知 H2国内出现了医疗反腐 价值事务所此前分析的诸多医疗行业企业 强如麦瑞 恒瑞等 至少Q3的业绩都因反腐出现了不小的回落 但新脉却仿佛丝毫会受到反腐的影响 这一方面说明 新脉的产品更为刚需用于急性手术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司强大的阿尔法 根据公司投资者交流的说法 其胸主核心产品 Caster植入量的增速预期为 25%至30% 但事实上 过去几年 包括2023 该产品的实际增速都在30%以上 对于2024年 公司甚至给出了40%至50%的增长指引 其中 国内为30%至40% 海外则超过50% 对于2024往后几年的展望 公司给出了整体每年30%的增速指引注意 这里指的都是胸主核心产品Caster 其中 国内整体增速保持在25%至30% 海外则每年都超过50% 关于海外市占率 公司的中长期目标 是在拉美通过3-5年的努力 将市场份额提升到20%至30% 欧洲则有望于2025年前 占据10%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 嗯 志向还是不小的 这里需要额外提一嘴 公司的Caster是全球首款货皮上市的 治疗主动脉公布并变的分支型主动脉支架 在过去 市场上没有产品可以介入分支血管 新脉的Caster可以说开了先河 还帮助医生降低了手术难度 因此 这款产品一问世 增长就非常迅速 竞争对手的分体式产品 在美国市场的内漏率超过了10% 我们的Caster产品 主要通过股动脉进入 单纯和快速的手术流程 可以在15分钟完成 而分体式产品存在对颈动脉的损伤风险 以及组合后可能造成的血栓问题 其他竞争产品如指管型产品 虽然我们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但并没有因此导致销售总额很高 此外 公司也提到 自己当下正在研发 与Caster类似的一体式三分之产品 只是存在一定的挑战 在核心产品胸主Caster和副主Minus的带领下 2021年 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中 公司产品的手术量占比达32% 居全市场第一 副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中 产品手术量 为23% 排名仅次于美吨力 居全市场第二 在近期的投资者交流中心末讲道 当下在整个主动脉支架市场中 公司的植入量 已经同老大哥美吨力差不多了 整体市场份额 已经提升到了26%至27%的样子 今年就有希望反超美吨力 成为国内绝对的老大 当下 新脉的营收和增长 绝大多数都有主动脉支架贡献 但未来更主要的增长动力 或许来自外洲介入 相比主动卖国内20多亿的市场 未来5年 又往到50亿左右 外洲介入市场空间 明显要大得多得多 远期市场空间 又往到300亿 公司自己也有讲 我们预计在2023年到2024年 会有12款产品注册申报 并且这些产品基本上在2025年获批 这些产品中 外洲管线是我们的重点 预计从2026年开始 外洲管线的增速会有明显提升 再加上我们已有的六七个过亿产品 可以直接支撑 2026年外洲管线 做到15亿以上的销售收入 或 要知道 新脉2023全年的销售收入 也就在12亿的样子 换句话说 给公司三年时间 外洲一块业务就能再造一个当下的新脉 至于市场非常关注的集彩 新脉的核心主动脉相关产品 当下基本是无需担心的 毕竟属于创新器械 也没有相应的对手 只是增量 外洲产品有集彩的可能 不过公司自己也有讲 外洲产品大多是通过机械化生产 人工成本并不高 后面随着产量的增加 固定成本摊销到每个产品上 单位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所以外洲产品的价格可以持续下降 随着销量提升 毛利整体上会稳定 换句话说就是 外洲的集彩 大概率是可以做到以量换价的 不过 不论是面对集彩 还是面对竞争 想在市场持续获胜 最核心的还得是持续创新 保持技术的不断突破 除了在国内通过不断创新寻找增量 公司出海其实也非常有看点 公司海外业务于2018年开启 当前已销售覆盖29个国家 业务拓展至欧洲 拉美和东南亚等地 主营产品 Caster分支行支架 在海外15个国家进入临床应用 Minus副主动脉支架 已在海外16个国家进入临床应用 2023H1公司海外市场实现营收4167.3万元 同比增长114.3% 2018至2022年营收 CAGR达67.5% 截至2023H1 海外业务营收占比6.7% 而对比母公司 微创近50%的占比 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用的来说 新麦被靠母公司微创 作为国内血管介入器械龙头 自主创新产品竞争力强 多款在严项目进展顺利 国际市场拓展迅速 海外销售亮眼 未来还是值得持续关注的